簡易粉麵mix and match 地滿日式紙盒湯一開即食真的很方便 不過下下開來直接拍 就算它有四款口味給你選 可能你都會驗 不如試下用它們來做些方便湯粉 就算一個人快煮腿食 都可以有餐廳的質素 不斷醃一下牛肉 將成合地滿日式記憶花劇湯倒入鍋裡 用中火煮滾之後 放一些急凍烏冬和牛肉進去 煮到烏冬軟的同時牛肉又熟了 一碗番茄牛肉湯烏冬就這樣就完成了 紙盒湯拿來煮湯粉都可以 開入地滿日式忌廉粟米湯 加適量的水拌勻開個中火煮滾 就可以放些湯粉和免治雞肉下去 加個小火煮熟 湯粉用不是快熟的那種會好吃些 煮大約給包裝置線內1-2分鐘就行了 吃之前可以加地滿紙盒雜菜粒 加了浮得來有肉又有菜 不止適合小朋友 大小朋友都拿著吃 鹽煮湯粉烏冬太吃 其實拿紙盒湯煮意粉一樣可以 我這次就用了螺絲粉 跟剛才煮湯粉一樣 首先開入地滿日式忌廉南瓜甘筍湯 加適量的水拌勻開個中火煮滾 之後放螺絲粉下去用小火煮熟 時間大約包裝紙士多2-3分鐘就可以了 煮淡了螺絲粉之後 可以加快芝士下去一邊煮一邊攪拌 上碟再加芝士粉 包糖粒味實足 不下肉都沒有投訴 不想煮粉麵又不想搽飲湯的話 可以試試做酥皮湯 首先倒些地滿日式的蘑菇湯在杯上 拿它一至兩分鐘 拿到它夠熱出煙斬 話明解熱版 我們就簡單用急凍的印度酥餅 攪拌到它軟身一點之後 就可以這樣包著杯口 記得做這步的時候湯要夠熱 軟軟在上面掃點蛋液 就可以立即放入預熱190度的焗爐 烤10分鐘左右 焗到酥餅金黃挺身就可以出爐了 雖然出來好像高級西餐 但是易做成餐 做來做宵夜都不過份啦 我這些懶人當然是專門懶人吃法 以上那麼多樣都不想用到幾多大餐 輕輕鬆鬆就打定一餐 除了這幾天 不妨試用地滿日式紙和tot 加上不同的粉麵mixer match 自己創一個獨門懶人吃法啦 嘻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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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